就是說在貫穿你的身法跟步法跟手法裡面的那個東西 你有沒有 有沒有懂 這也不見得是他不知道身法步法是他受不到的 你知道身法步法沒有用啊 因為你沒有東西去貫穿他 你沒有東西去讓那個身法步法手法 產生應該有的攻擊力或者防禦力 有沒有懂 所以你所以很多 武術為什麼 我說失傳都失傳在什麼就失傳在這個 你這個門派你基本的那個力量 基本的力量你沒你沒練出來 所以這個核心的力量啊 不行的 不行 你套路是 是拿什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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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外 就是我說朗誦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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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一篇古文 你要念一篇古文 你是用什麼來貫穿你那個字詞句 你用什麼 你說我唸 人書之秋七月寄望 書籍與客泛舟 由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復興 你裡面沒有貫穿的東西啊 那個語氣易揚盾 你說 人書之秋七月寄望 人書之秋七月寄望 書籍與客泛舟 由於赤壁之下 興風徐來水波不興 這裡面有你的想像跟情感在了 這裡面有一個力量在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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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聞 你再聞清一點 人書之秋七月寄望 書籍與客泛舟 由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裡面有你的想像跟情感在了 所以你念這些東西你用什麼來貫穿它 在你朗誦它之前 這些東西你有 你有 有沒有 現在朗誦都沒有 現在沒有嘛 現在不關念書沒有 連講話都沒有 就不同的曲子就是不同的曲風的 對嘛 因為我早上就在這樣子 對啊 你看你到餐廳去 現在很多百分之百啊 餐廳小妹或者你到超商去 請問你要吃吃什麼 請問你 那個話講出來的話我聽不懂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字一個字 可是那個字 可是那個字沒有連連貫起來啊 裡面沒東西啊 現在很多 唱歌一樣嘛 雖然是紅歌星的 可是他唱的東西裡面沒東西啊 這樣不懂 不懂 你裡面要有這些東西去貫穿 那些東西是什麼 那些東西是數 文章 你用什麼詞 用什麼詞 用什麼 那個是數 那個是方法 你怎麼去 要不要對 對對對照 是不是 三四個字 接三個字 再七個字 再三個字 再 那是 那是方法 問題就是說 你說你有沒有思想的貫穿 你有沒有情感的貫穿 你在朗誦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個 那個氣的貫穿 力量的貫穿 在那個裡面 練拳也是一樣 練拳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你練拳你打套路 你會一百趟套路 打出來都一樣啊 都是看都是都是里列拉拉 你一動一動之間 沒有啊 沒有 沒有貫穿啊 那種事情意思是說 跫入裡面也許有 身法不管 但是你沒有那個力量 就把它貫穿 那等於 做不出來 等於沒有嘛 是不是 因為它不產生作用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是基本功的嗎 就是啊 基本功就練這個東西啊 貫穿 如果蘇偉碰到一個女孩子 喜歡她 蘇偉說 我好喜歡你 講這個話不是白講嗎 裡面沒有情感 沒有想像 沒有力量 沒有什麼 人家聽到這個話要怎麼回應 人家不知道你在講 講什麼 要不懂 所以練拳中國武術最重要的 因為 因為他不是 有人講就是 單 單操嘛 就練單 單式嘛 這不對的 這是後面你要練打鬥 你要打鬥 你說每個人選 他 襯手的 練他一個襯手的兵器 練他自己 襯手的幾個招式 作為他自己的 慣性式 的招式 可以 可是你就算是你用你的慣性招式 裡面還是要用你前面練的東西的連連結 要不懂 所以單招他不成立嗎 你說成語我把成語點都背會了 成立嗎 他不成立嗎 你成語出來沒有上沒有下 那個成語他不成立嗎 語言之上學語感 對嘛 外國人講話他是英語 所以所以老外西西方人 他們講話常常很多字根本沒有講出來 他就跳過去了 他那個timing在啊 他那個語的語氣的起扇轉合在啊 所以他們不是把每一個字聽清楚啊 他是聽你的語氣嘛 是不是語感嘛 他聽你的語感 他就懂啊 他知道你什麼啊 像勾一樣 對嘛 像勾勾一樣 對嘛 啊 勾勾勾勾嘛 那那念那個楊金幫 什麼叫楊金幫 他把每一個音都念出來了 可是他 他不成句啊 人家半步風拳又不是他從頭只練風拳 他是在監獄裡面受到限制 他只能練風嘛 他就只練風啊 可是那個風 他打的風為什麼可以打天下 因為他風的裡面 不是只有風風嘛 而且他連貫那個風的東西 他先具具備了啊 聽不懂 所以一個 一個東西 你說 萬綠從中一點紅 啊 很漂亮 很賢目 可是沒有那個萬綠 他也出不了色啊 所以你要有萬綠的底啊 你那個你那個一點紅才才能吐吐吐吐吐吐嘛 那麼懂 所以你不能光去學別人那個學別人那個那個那個一點紅啊你學到那一點紅沒有沒有用啊 那麼懂 所以有很多的武術 比方講泰拳 傳統的泰拳 或者印尼的那個很多傳統的武術 他背後是什麼 是宗教 他那個武術背後是宗教思維 對 那你沒有 像 西方人去學 學泰拳啊 學那個 西拉特啊 學泳春啊 學很多動物學人 他只是學招式啊 他招式的理念是什麼 還是他的 肌肉慣 慣性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會有用嗎 對他來講會有用啊 因為他原來沒有 那麼豐富的招招招式動物 動作啊 那他學這些東西他有其他的 產生其他的變變化 可是你沒有這些招式動作裡面的內涵應該有的去驅動這些動作的 內涵的東西的話 這些東西還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沒有發展性 這樣會動 啊 就是沒有發展性嘛 就是 絲跟醬的差別嘛 就是醬沒有發展性嘛 醬可以雕一個關宮雕得非常好 他一輩子都在雕那個關宮 或者雕那個觀音雕得很好啊 他雕的都一樣 他沒有發展性嘛 所以說像你講的這些步伐 生法都是 都是 用法 但是沒有心法的話 他就永遠 你裡面沒有 沒有力量的或者思維的連串的話 你學的就是那個東西 他沒有發展性 生法步伐是屬於變化的 屬於變化的 那是用什麼來變 變化是用什麼來貫 貫穿 所以變裡面一定有不不變的嘛 變有長嘛 變是由長出出來的嘛 那個長是什麼 那個不變的是什麼 不變的就是貫穿在裡面的那個東西是不不變的 知道的嗎 你有裡面那個東西 你外面的變化 他有發展性 因為變化你不能說守住一個變化那個就不是變變化 知道嗎 當變化變成你的習慣了以後這個變化就已經不是變變變化 所以一個大師的變變化 他隨手一個出來是他的變化 那你就 學他這個 隨隨手的東西嘛 等你學會了學成長了你完蛋了 你懂嗎 這樣我懂 所以要弄清楚這個 但是現代人喜歡學變變變化 不管什麼人不管什麼領域都喜歡學變變變化 我失言了 知道嗎 就這樣講 бук 聽不開 我們不要再呼吸 聽我們 你來找一下 聞它 我們不要再呼吸